超级封神榜第106集 三仙岛戒宝现在开始 孩子们 超级封神榜咱们书接前文 前两集之中 咱们着重讲了销生曹宝两个小童子 别看只是武夷山的两个小散仙 可他们的法宝真是不容小觑 一个大号的铜钱 名幻落宝金钱 轻而易举就收了赵公明赖以取胜的 富龙所和定海珠 那他们俩也是超级封神榜 这个故事中的八大财神之二 现在常用的一个词 招财尽宝就跟他们俩有关 那么八大财神 如今咱们讲了六位 笔干赵公明 韩独龙 薛恶虎 萧生曹宝 另外两位其实也出过场了 只是当时没提名字 就是赵公明的这两位徒弟 一个叫陈九公 一个叫姚绍斯 日后封神之时 孩子们 萧生曹宝和陈九公姚绍斯 他们四个隶属于同一个部门 都归玄坛真君赵公明所管辖 这也就是现在人们都尊称赵公明为财神爷的原因 有的地方说是封神榜上封赵公明为财神 所以他是财神爷 其实不对 封神榜上只是说赵公明是龙虎玄坛真君 因为他手下的四个人 萧生是昭宝天尊 曹宝是纳财天尊 陈九公是招财使者 姚绍斯是立士先官 立士的意思就是有利于市场 也就是发财的意思 赵公明的四个部下都是掌管人间财运的神 所以人们由此认定赵公明就是财神爷 实际封神榜上可没有写财神爷这么个官位 说吧 故事外的这个小典故 咱们言归正传 燃灯道人这边拿着定海神珠回归炉棚不提 单说挨了一两天尺的赵公明 他趴抚在黑虎之上 一路不敢耽搁片刻 可就跑回了文仲的大营 把经过跟文仲一说 文仲听了也是不住的长须短叹 有心劝赵公明回峨眉山 不要再趟这滩浑水 可是到如今木已成舟 已然无法挽回了 木已成舟什么意思 就是说已经把树砍了 制作成了小船 这时候你再说把这小船还原成原先那棵树 还给它种回地里去 那怎么可能 赵公明这么大的一尊神 下山没多久 就被俩无名小卒把法宝给收了去 尤其是定海珠 原始天尊千年之前说 燃灯得了定海珠 修为还能飞生 那赵公明有今天的修为 自然也离不开这颗定海神珠 因此赵公明可就说了 太师 事已至此 我必须再去寻来更玄妙的法宝 打败那燃灯 夺回我那定海神珠方客 文仲说 是啊 可不知道兄欲往何处去寻 三仙岛 在三仙岛之上有我三个孢妹 他们手中还有两件七宝 我若能借来一用 想必定能夺回我那定海珠 哦 道兄 可我看你尖头戴上 不如休养几日再去那三仙岛啊 赵公明摇了摇头 此能小伤 扶两枚丹药便可 但那定海珠一日不夺回 我赵公明一日便不得安生 我还是即刻动身为好 首赢之事 由我的两个徒弟 陈九公姚少私助你 料也无妨 赵公明要说是个急脾气 打仗出手干脆 办事也雷厉风行 这一说要动身 谁也劝不住了 两枚丹药下了肚 晃了晃肩膀 感觉并无大碍 这才大踏步走出营帐 骑上黑虎式直奔三仙岛 孩子们 说起来啊 赵公明也确实是道行深厚 你们想 燃灯道人那两天尺 乃是开天辟地时的极品法宝 若是打个寻常的神仙 别说是打肩膀上 就打在肢脚根上 都得给打个半死 你们瞧赵公明愣是没什么事 是不是 那一路无话 赵公明不一时便来到了三仙岛 岛上的小道童可都认得他 有腿快的赶紧跑去通病给三肖娘娘 说是大老爷骑黑虎而来 三肖娘娘一听是兄长来了 不敢怠慢 一同起身前去迎接 孩子们 这三肖娘娘是三位娘娘的病称 三位分别是云肖娘娘 穷肖娘娘和碧肖娘娘 这三位是姐妹啊 都是赵公明的妹妹 见了赵公明各师一礼 其中年纪最小的碧肖就问了 哟 兄长 您这是从峨眉山而来吗 怎么想起看望我们姐妹来了 赵公明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直接就开口道 贤妹 我这是从文中的城堂大营而来 你们有所不知 我受那文中文太师之托 前去帮兵助阵 替我们结教众人出头 未曾下是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如今哥哥我打了败仗不说 我那两件法宝也没了 这次来到三千岛 不瞒三位妹妹 是特为来借法宝的 那金交俭也好 混元金斗也罢 让哥哥我拿来一用 夺回我的两件法宝 方可平负我心啊 赵公明原本心里想的挺好 自己这番话一说 那三个妹妹还不痛痛快快的 把法宝交给自己 自己好赶紧回去再沾燃灯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说完这话吧 三个妹妹倒是半赏无言 老半天谁都没说一句话 倒不是三姐妹都不想说话 其中穷小和毕小 都跟赵公明的脾气秉性相似 一听说哥哥受人欺负 恨不得立刻去把法宝都借给哥哥 甚至于想跟赵公明一起去 会一会燃灯道人 但唯独那大姐云霄娘娘不同 云霄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 平日里无论在修行上还是生活上 都是云霄娘娘处处照顾着两个妹妹 而穷小和毕小也十分尊重姐姐 生活中偶尔调皮 但是一碰到这等大事 云霄不说话 俩妹妹都不敢作声啊 两个人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云霄娘娘 那意思姐姐这还有什么可想的 赶紧发话把法宝借给大哥呀 可云霄娘娘沉思了良久开口说话了 兄长此事以我来看是你做的不对 我不可将宝物介于你 赵公明一听都傻了 什么 妹妹 哥哥刚才的话你没听清楚是吧 咱们结教中人受了欺负 哥跟我出山相助 不料富龙所和定海珠被两个不知名的小童儿 受了去 我没等赵公明说完呢 云霄娘娘一摆手 哎 兄长不必再说 从您张口第一句话就已经是您的不对 昔日三教共义封神榜之时 您也是在场的 我们结教门人最多 因此老师通天教主多次嘱咐 让我们紧闭动门 诵读书卷 安心修行 不要投身西齐大地 这些难道您都忘了吗 赵公明说道 可 可那文仲也是我结教中人呢 惊熬到十天君都舍命相助 他既然来到我这里 我又怎能坐视不理呢 兄长你糊涂啊 当年有凤凰名教于齐山附近 说明是圣主出于西齐 这就预示着周氏当兴 商朝当灭 你我本是世外逍遥之人 又怎可逆天意而行 那文仲是我们的道友不假 但境遇大相径庭 他本就是商朝太师 自当为商朝而战 那是他的分内之事 这个忙您还真就帮不得 这法宝我也不能借给您 您要是想找燃灯报仇也容易 等封神之事全部尘埃落定之后 我自当带着法宝登门去战燃灯 为哥哥讨回富龙所和定海珠 赵公民还想再争取争取 张了两回嘴 他也没想出词来 他本来就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当着三个妹妹 赵公民更没法发火 只得把袍袖一甩 起身告辞 临走感叹道 一家之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再求他人 果然是上山擒虎翼 开口告人难 说吧转身就走 骑上黑虎就要离开三仙道 孩子们 赵公民没借到法宝 但是说的这两句话 可挺有哲理 放到现在社会也是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山擒一只猛虎 够困难了 但是跟张嘴求别人给自己办事 求别人借你东西比起来 擒老虎那还算简单的 现在孩子们 你们在父母的庇护之下 今天张嘴要个玩具 明天要去个游乐场 是比较容易 所以体会不深 但将来有朝一日 如果你们离开了父母的庇护 出门在外 再有什么事想求别人帮忙 那可真挺不容易啊 不是像你们在家里一样 动动嘴皮子就行 这就叫上山擒虎翼 开口告人难 这里的告人不是告状 是指求人 讲完这个小插曲 咱们书归正文 赵公明 骑虎一走 云霄娘娘一摆手 带着穷霄 毕霄 也没挽留 可就回到了修行之所 赵公明的心中啊 思绪万千 也不知道下一步 自己该去哪了 没借到法宝 就算回到文重的大营 也不敢去站燃灯 更要不回自己的法宝 所以赵公明骑上黑虎要走 可还没走 就在偌大的三仙岛上 来回溜达 正在此时 天空中一片云头落下 来了个年轻的姑娘 这位啊 是三肖娘娘和赵公明 共同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修道之人 主要以炼丹为主 叫做汉之仙 汉孩子们 是荷花的一个别称 草字头 一个姓韩的韩字 这个字平时读第四声 但如果用在人名当中 就读二声韩 咱们中文中常有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很多字平时是一个读音 用到姓氏或者名字里 又是另一个读音 比方说中华的华字 咱们都读第二声 如果做姓氏读 就要读第四声 三国时期一个著名的大夫 就叫华佗 话说 这位汉之仙啊 飘飘然来到赵公明面前 打了个鸡手 说道 道兄何故在此夺步啊 赵公明支支吾吾 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这个 这个 我啊 我没事 我超级风神榜 第107集 金娇俭显威 现在开始 孩子们 超级风神榜 咱们书接前文 上一集 咱们正说到赵公明前往三仙岛 找三个包妹借宝 本以为都是一家人 借宝不费吹灰之力 没成想碰了一鼻子灰 宝梅借道不说 还被云霄娘娘一通的数落 正当无计可施 无处可去的时候 来了一位汉之仙 孩子们 别瞧这汉之仙 不是什么得到的高显 但是性格 活泼直率 跟三小娘娘和赵公明的关系都不错 一听说赵公明什么 没借到宝 他还挺生气 说要和赵公明一起再去借宝 赵公明此刻也想不出别的主意 也只得如此 于是俩人翻回头又到三小娘娘的道场外 让小道童进去通病 不一会儿 三小娘娘再次出来迎接 一瞧 外头站着俩人 前面是汉之仙 后面是大哥 赵公明 牵着那头黑虎 低着个头 云霄娘娘说道 哟 汉之妹妹 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来 快进来坐吧 汉之仙沉着个脸 也不说话 静止往里走 后头赵公明有点不好意思 做了半天思想斗争 这才迈步 跟了进去 进屋之后啊 汉之仙还是不说话 他面沉似水 时不时还瞪三位娘娘一眼 三位娘娘不明白怎么回事 平日里他们相处得很不错 三位娘娘也都很照顾汉之仙 汉之仙每次练了什么丹药 也是第一时间送往三仙岛 每次他一来 都是有说有笑 给三仙岛带来许多生机 唯独这次不同 云霄娘娘觉得奇怪了 就开口问道 妹妹 你这是怎么了 受谁的欺负了吗 告诉姐姐们 姐姐们给你出气 汉之仙板着个脸说道 算了吧 云霄娘娘 你我亲如姐妹 可毕竟还不是亲姐妹 连您亲哥哥受了欺负 您都不出手相救 我这一个外人 又怎么敢找您帮忙呢 云霄一听 哦 原来是为了大哥赵公明的事啊 于是他说道 汉之妹妹 你可不能这么说 大哥之事事关重大 实在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说得清楚的 得了吧 姐姐 汉之仙一白手 您说这些我可不懂 我只知道大哥在外受了欺负 丢了法宝 您就算不借宝 也应该说几句安慰的话 留大哥喝杯茶 吃顿饭 然后再帮大哥想想别的主意才是 云霄娘娘回想了片刻 自己刚才确实对大哥有点无情 便说道 啊 妹妹 这是姐姐做得不妥 我这就给大哥道歉 哎 慢着姐姐 我来找您 可不是要给大哥讨一句道歉来的 而且您放心 我也不是要逼您借宝 只不过有一句话 我想提醒提醒三位姐姐 三位娘娘互相看了看 都不知道这汉之仙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知他想说点什么 云霄说道 那就请妹妹指教了 三位姐姐 今日赵哥哥来借宝 本是你们兄妹的事 要说我一个外人不该多插嘴 只是小妹我有一点担心 三位姐姐和赵哥哥 都是结教中成了名的大仙 众人皆知你们是亲生的兄妹 今天姐姐不借宝还不再紧要 可如果赵哥哥找别人借来法宝 去占那燃灯 一举夺回了富龙所和定海珠 到了那时 三位姐姐的脸面 可往哪放啊 汉之仙这番话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孩子们 每个人一遇到什么事 最先想到的都是亲人嘛 如果赵公明借来其他人的法宝 去占那燃灯道人 消息一传出去 别人自然都会认为 三肖娘娘是无情无义之人 连自己的亲生哥哥都不帮 才逼得赵公明去找别人借宝 那以后三肖娘娘可就没脸见人了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三肖娘娘在结教中的名誉和口碑 都可要一落千丈了 云霄仔细一琢磨 汉之仙这话呀 也不是没道理 赵公明是自己的亲哥哥 是奇异 而且自己和两位妹妹手中 确实也有厉害的法宝 如果是因为没能力帮忙 不出手相帮还说得过去 可自己明明有能力 却不帮 这消息一传出去 确实在脸面上过不去呀 正所谓人要脸树要皮嘛 神仙也一样 就在云霄娘娘一迟疑的功夫 汉之仙赶紧给穷霄和碑霄 一地眼神 前文中说了 这两位娘娘实际上是想借法宝的 只是他们俩一向受大姐云霄的照顾 云霄说是大姐 实际在三仙岛上 好比是妈妈一样照顾着碑霄和穷霄 上一次赵公明来的时候 他俩不敢表态 这次借着汉之仙的一番话 他俩也就发了言了 穷霄说道 姐姐 我觉得汉之仙妹妹说的有道理 咱们毕竟是亲人 大哥有难 我们自当赴汤蹈火 全力相帮才是 碑霄说道 是啊姐姐 咱们就把宝贝借给大哥 让他去找燃灯夺回富龙所和定海珠 之后再把法宝还回来不就行了吗 云霄娘娘听了 长叹一声 唉 罢了 妹妹们 不是姐姐我无情 只怕这一借宝 我等也要卷入封神榜的事端之中啊 以后挫走一步 千年的修为 可都要付诸东流也说不定啊 听到此处 有些孩子可能想了 这个云霄娘娘可真是无情啊 亲哥哥有难 他都推三祖四不愿帮忙 但是孩子们 你们可记住了云霄娘娘最后说的这句话 若是他坚持不借宝还则罢了 这一借宝啊 三位娘娘包括汉之仙 日后可就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了 你们想 他们本来在三仙岛过得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日后上了封神榜 到了天庭当了差 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啊 咱们之后的故事里还有评说 现在暂且暗想不提 那么云霄娘娘被灵牙力齿的汉之仙这么一说 再加上俩妹妹帮腔 万般无奈只得取出一件法宝名幻 金交简递给哥哥赵公明 又嘱咐了一番 让哥哥夺回自己的法宝之后 速回峨眉山 不要再参与此事等等 赵公明也满口答应 这些后续的话咱们不必戏表 单说赵公明 拿着金交简 骑上黑虎是回奔文仲的大营啊 文仲一问经过 赵公明也没详细说 就说借来了金交简 可与燃灯一战 文仲可早听说过这金交简的厉害 非常高兴 当天又摆下酒宴款待赵公明 石绝镇剩下的四个镇主 侧坐相陪 一日无话可就到了次日清晨 吃罢早饭 文仲迎中是炮响三声 赵公明上了黑虎 文仲上了墨七林 邓兴张桃四将居左右 后面跟着几万军兵是浩浩荡荡 来到卢鹏以外 在外警戒的小哪吒眼尖 老远就看见赵公明文仲一行人来了 赶紧跑进卢鹏报给了燃灯道人 燃灯道人心说 这赵公明失了两件法宝 还敢来战其中必有蹊跷 掐指一算不由暗叫一声不好 他嘱咐众人道 卒位道友 如今赵公明借来了法宝金交捡 这件法宝 频道早年间略有耳闻 但也不曾见过 不知其中的奥妙 此次就由我一人出战 你等且在炉棚中等候 不可贸然出去 众人皆拱手称事 燃灯道人又嘱咐了几句 自己这才骑上梅花路 独自一个人来到了镇前 赵公明一看见燃灯啊 肚子里这火就不大一处来 大喝一声 对 燃灯 你速速还我那定海珠 否则我今日定要让你有来无回 燃灯说道 赵公明 此定海珠非是你结教之宝 以你那道术 虽能发挥此宝的威力 却参不透此宝的奥妙 数评道 不能还于你手 书中代言孩子们 燃灯道人还真不是在这敷衍赵公明 这定海珠 实际上 他不是结教的法宝 也不是产教的法宝 等日后燃灯道人入了佛门 成了燃灯古佛 这一颗定海珠化为二十四颗珠子 那是佛门的二十四珠天 二十四位佛门的护法 这些事燃灯自己都还不知道 赵公明更想不到了 所以燃灯一说 不还 赵公明急了 摇边纵虎冲上来就打 燃灯急忙结架相还 两个人打了不过三五个回合 赵公明虚晃一招可就把金胶俭这宗法宝给寄了出来 说了老万天这金胶俭到底是什么呀 如果不记在空中的话 其实金胶俭就好像一个手掌大小的剪刀 看起来并不出奇 但是往空中一记呀 它可就不再是普通的剪刀了 而是两条金色的蛟龙 这两条蛟龙受了千年的日经月华 采集天地之灵气 周身有祥云护体 身体有一段互相缠绕着 两条龙的龙头好比剪刀的把手 两条龙的尾巴就好比剪刀的双刃 任凭你是何等大仙 被这双龙的尾巴一剪 都得化为两截 上一次面对定海珠 燃灯还来得及拨梅花路而逃啊 这次他见金光一闪 两条蛟龙的尾巴已然到了自己的眼前 燃灯啊顾不得跨下梅花路 集中生智是顿光而走 这可就比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顿 要高深得多呀 燃灯借着金蛟茧放出的金光 自己化作一道白光混入其中 才勉强从两条龙尾巴之间脱了身 可是这头梅花路就没那么幸运了 被金蛟茧一截两段是死在当场 燃灯道人此时想不了许多 一道白光是奔向空中而逃啊 赵公明收了金蛟茧以后 只见鹿死 不见燃灯的踪迹 也只好暂时收兵 那么燃灯道人一看赵公明走了 这才又回到炉鹏之内 把金蛟茧的威力跟众人一讲 大家无不惊骇啊 你一言我一语的商量破解之策 就在此时 小哪吒又进来禀报 说是炉鹏之外 又来了一位破老道 孩子们 怎么老道不叫老道 叫破老道呢 就因为这位的穿着打扮可是太破了 首先说这道袍 补丁上面落补丁 袖子都是一条一条开叉的 穿在身上吧 勉强看得出来是件道袍 要脱下来 谁看一眼都以为是擦地的抹布 妖际思涛 别人的思涛都是一整根 他这思涛热闹 是四五根思涛接在一块 上头全是打着结的绳子头啊 脚下一双麻鞋 没鞋底 就一鞋面在脚上摆着 就用一根草绳子把鞋面绑在脚腕上来固定 再看这老道的相貌 是又矮又胖 跟一大冬瓜似的 大家都见过饮水机上面放那种大水桶啊 就跟那水桶差不多 不过孩子们 你们可别小瞧这个东瓜 东瓜干嘛呀 可别小瞧这个破老道 他可是咱们超级风神榜整个故事之中第二号厉害的人物 那么预知此人性子名水 所以咱们下集接着讲超级风神榜 第108集 金龙战银龙 现在开始 孩子们 超级风神榜 咱们书接前文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黑虎玄坛 赵公明 在汉之仙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借出了法宝金胶剑 回来跟燃灯道人一交战呢 这法宝你还别说真是厉害 化作两条金色的蛟龙 两条龙尾巴这么一合呀 就把燃灯的坐骑梅花路给结成了两段 至于说燃灯道人 咱们先前就说过 他最擅长的就是闪避 说白了就是逃跑 因此顿光而走 逃过了一劫 回到炉棚之后 燃灯把那金胶剑的威力这么一讲 大家是无不惊骇 谁也想不出破解之法 而就在这时 炉棚外来了一位破老道 上一集的最后 咱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说这破老道啊 浑身上下的道袍 不像道袍 像抹布 丝涛是四五条接在一起 上都全是绳子结 就脚底下这麻鞋 看着像那么回事 其实还没鞋底 而且这老道体型特殊 是又矮又胖 跟饮水机上都放一大水桶 差不了多少 哪吒进炉棚这么一禀报 十二金仙互相对了对眼神 都直摇头啊 那意思就是都没听说过 这样一位道友 十二个人是齐齐看向燃灯 燃灯道人也一皱眉头 说道 想我玉须门中 并无此等样貌之人 不过正所谓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此人相貌非常 说不定就有非常之才 待我亲自出去迎接 燃灯道人说罢起身往外就走 十二金仙 也赶紧跟在后头 一行人走出炉棚一看 还真跟哪吒描述的一般无二 这老道简直破到家了 燃灯道人打了个鸡手说道 敢问对面道友 是修行于哪一座仙山 何处洞府 如何称呼呀 破老道抬头看了看燃灯 微微一笑 用他干雅的声音说道 频道咸游三山 闷踏五月 那一逍遥闲散之人 要问频道的名姓啊 我想想啊 对对对 我姓陆 我叫陆鸭 哦 陆鸭道兄 是频道孤陋寡闻 还真未曾听说过您的大名 但不知道友进到此处 拜访我等 是有何所求啊 陆鸭说道 嘿嘿嘿嘿嘿 燃灯 你是看我穿得挺破 认为我是来找你们画园的是吧 那你可大错特错 我老人家这一趟 是特为帮你们而来 哎 你们这些人不是正为赵公明的金交俭 发愁呢吗 大可不必我告诉你们 哎 有我老人家在 那赵公明是命不久矣 众人听罢 都有点将信将疑 所信者 就是因为这个陆鸭未卜先知 他刚来到此处 怎么就知道众人在发愁金交俭之事呢 而且别看在场谁也不认识他 他却好像跟谁都挺熟似的 张口就直呼燃灯的明信 所疑问的地方呢 还是在于这位的相貌和穿着 实在是和那些道行深厚的大罗金仙 对不上号 虽说人不可貌相吧 可陆鸭这个形象 任凭是谁 也想象不出他能有胜过赵公明的能耐 但即便如此啊 众人也就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把陆鸭迎进了炉棚之中 当日无话 陆鸭呀 就在炉棚之中盘腿这么一坐 是既不说话也不吃饭 到了第二天 赵公明再次跨黑虎来讨战 在炉棚前大声喊道 然当 你既是得到的大仙 昨日为何临阵脱逃 速速再来 与我决一辞凶 哪吒进炉棚中一禀报 陆鸭说话了 我说然当 既然你破不了金角姐 就由贫道前去会议他一会 赵公明正骑在黑虎上 耀武扬威地叫阵 忽然就看见从炉棚里面 走出来一个矮胖的道人 衣着破落 自己不认识 便用手中钢鞭点指问道 来者是玉须中谁人的徒弟 保明再战 鹿鸭一笑 赵公明 我可不是谁的徒弟 告诉你 我老人家 压根也不是他们玉须中人 而且 我老人家跳出三轿外 我不在五行中 非仙非胜 那一闲散之人 名字我倒是有 不过说出来你也不认得 贫道 我叫鹿鸭 鹿鸭 赵公明琢磨了一会儿 他好像隐约听谁提起过 但是关于这个名字的任何信息 又一点都想不起来 赵公明说 鹿鸭 既然你不过是一闲散之人 与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那英何要来到这战场之上 与贫道为敌 赵公明啊 你若在你那峨眉山 安详逍遥 贫道自不会与你为敌 可你千不改万不改 踏上稀奇的土地 服无道 法有道 逆天行事 前者你那两件法宝被收服 你就该有所警醒 回你的峨眉山 不要再出山门 可你不依不饶 又借了金交俭来战 这可就怪不得我老人家咯 赵公明 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 就赶紧把金交俭还回去 你自己也哪来的回哪去 如若不然呢 就以你修行的这短短的几年 你还差得远 路亚前头说的那些话 赵公明倒是不在意 唯独最后一句 可把赵公明给气坏了 赵公明冷笑了一声 路亚 你是哪里来的疯老道 竟在此胡言乱语 我赵公明在混沌初开之时 就以修道成仙 世上比我修行年头多的人 屈指可数 你说我修行的年头短 真让我可发一笑 赵公明满肚子的疑问 不明白路亚这话从何说起 恐怕在听故事的孩子们更好奇 路亚一闲散之人 不会是个吹牛皮大王吧 他说的这些话口气也推大了吧 孩子们 这还真不是 路亚道人 可以说是咱们整个超级风神榜 故事之中最神秘的一个角色 关于他的资料是少之又少 但是有这么一句话 足以说明路亚的身份和本领 叫做先有红君 后有天 路亚道人 还在前 什么意思呀 红君就是红君老祖 也就是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老师 前一句是说先有的红君老祖 之后才有盘古开天辟地 后一句话就是说 这位路亚道人 还在红君老祖之前 就已经得到了 另外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说法 虽然和咱们的故事无关 但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路亚道人 其实就是大义射日之时 唯一没有被射下来的那个太阳 前文咱们讲赵公明的时候也提了 说大义射落九个太阳 掉落凡间 八个为祸一方 只有一个在深山修炼 就是赵公明 而且路亚更厉害 他是唯一被留在天上的那个太阳 所以路亚的确有资格 对赵公明说那番话 赵公明可并不知道这些事 他一看 这封老道路亚满嘴胡言乱语 跟他也没什么可聊的 干脆先下手为强 所以赵公明一催黑胡 举鞭就砸 路亚一伸手 变出一把宝剑来 接驾相还 不到三五个回合 赵公明可就祭出了金交剑 这个厉害的法宝一祭出来 就见一片祥云浮现 两条金龙刷刷直奔路亚而来 再看这鹿鸭呀 一点也不着急 伸手从他那破道袍里拿出一小葫芦 这小葫芦有多小啊 差不多就是咱们大拇指那么大 然后他把这葫芦口一拧开 噪的一声 打着小葫芦里窜出一条银色的龙 这银龙是见风旧长 刹那间也长到足有好几米长 金龙一见这银龙可就顾不得路压了 两条金龙一调转方向直奔银龙捡去 孩子们 这银龙的身形虽不如金龙大 但是异常的灵活 他一连三四次躲开了两条金龙的进攻 这会儿 炉棚之中的燃灯道人 带着昆仑十二金仙和一众小弟兄 也出来观战 大家都目不转睛的看着战场上的奇观呢 怎么个奇观 这三条龙在空中一打 确实是热闹非常 金光乱闪是荧光乍现 连周围的天空都为之暗淡了下来 打来打去打去打来 突然间 这条银龙好像有点不耐烦了 孩子们 因为两条金龙的身体 有一段互相缠绕在一起 一直像一把大剪刀似的 追着银龙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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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剪 银龙则像泥球一样 左躲右闪 处于防守的姿态 而这会儿呢 银龙突然把身子一挺 迎向两条金龙的尾巴中间 也就是迎向金胶剪 这把大剪刀的双刃 两条金龙先是一愣 俩龙头对视了一眼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哟 哥哥兄弟 这银龙咱不跑了 就任凭咱哥俩把它给剪了 当然战场之上 也容不得他们多想 两条金龙的龙尾 往中间一并恶狠狠地剪向银龙 银龙一不躲 二不闪 来了个硬碰硬 三条龙可就撞在了一起 耳轮中就听一声闷响 就像拳击比赛里拳击手 一拳打在对方身上一样 响动并不是特别大 震动可是很大 赛场的所有人都隐隐约约觉得大地位置一颤 金光荧光相撞也逼得众人不由地眨了一下眼睛 等大家再睁开眼睛一看 战场上的金光是越来越淡 两条金龙就像被针扎了一下的大气球一样 随后还原成剪刀的模样 落在了地面 赵公明赶紧跑上前去捡起金胶剪 这么一看 这小金剪刀的双刃之上 各被崩开了一个小小的窝口 可把赵公明给心疼坏了 他深知这把金胶剪 对于自己三个妹妹的意义 这两条金龙本身吸收了千年的日月精华不说 三个妹妹又在八卦炉之中 把这两条龙炼制了几千年 姐妹三个兢兢业业为了锻造这一法宝 付出了太多的心绪 如今自己借出来这才没几天啊 就受到如此的损伤 赵公明心疼的眼泪差点没下来 咱们放下他再说路鸦那条银龙啊 这银龙身形完好无损 不过似乎也是有些累了 一搭了脑袋越变越小 回到了路鸦道人的小葫芦当中 那么看完了金龙和银龙的一场大战 西齐这边的众仙都对路鸦道人是肃然起敬 看来人家确实是有真才诗学 只不过身藏不露 外表不显山不露水 一亮出本领 那谁看了都不得不服 此刻赵公明手托着金娇剪无心在战 收兵回了文重的大营 路鸦呢也不追赶 晃晃悠悠跟没事人似的回到了卢鹏 卢鹏之内大家一片祥和欢庆 燃灯就开口问了 路鸦道兄 既然你已破了那金娇剪 我有意明日就带人去攻打文重的大营把商朝大军赶出西齐 不知刀兄意下如何 路鸦摇了摇头说道 然当不可操之过急 赵公明的金娇剪虽有损伤 但他自身法力通玄 如果强行以命相搏 平道也不敢说就能置他于死地 若能稳妥起见 想要除掉那赵公明 还要仰仗此物方可啊 路鸦道人一边说 一边从怀里面掏出一本书 向众人展示 这书的封皮质上赫然写着五个小字 钉头七剑书 孩子们 欲知这本钉头七剑书之中 又蕴含着怎样的玄机 咱们是下集 接着讲 超级封神榜 第109集 斩仙飞刀大破烈焰阵 现在开始 孩子们 书接前文 上一集中咱们正说到 西齐城外的卢鹏之中 不是来了一破老道吗 名叫鹿鸦 别看他衣着破络 但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粮啊 鹿鸦道人这一出手 可谓是寂精四作 一个巴掌大小的小葫芦之中 窜出一条银笼 便破解了赵公明从三仙岛借来的 厉害的法宝金交俭 在回到卢鹏之后啊 欲须众位门人都不得不对眼前的这位破老道路鸦式刮目相看 燃灯道人 道兄既然赵公明的金交姐已被您轻易所破 贫道有意明日就去攻打到文仲大营 一举将其赶出西齐 除掉对头 不知您意下如何 鹿鸦道人捋了捋自己稀稀拉拉的几根胡须说道 燃灯啊 倒不是我瞧不起你们这些人 只不过那赵公明虽说法宝受损 但是千年道行尚在 贸然进宫难免两败俱伤 依我之见 要除掉赵公明 还得仰仗此物方壳 鹿鸦一边说 一边伸手从他那破道袍里边掏出了一本书 在众人面前一摆 大家凑近了官桥 书的封皮上有五个小字写的是 钉头七件书 燃灯迟疑了片刻说道 树评道财书学浅 未曾见过此书 但不知这钉头七件书有何等妙用啊 鲁鸦微微一笑说道 此书之中记载的乃是摄人元神之法 只要在那齐山之上立下一营寨 在营寨之中筑起一座高台 高台之上扎下一草人 草人身上写下赵公明三个字 然后命一人每日登高台三次礼拜 默念一遍钉头七件书上的福音口诀 那么三七二十一日之后 再由我亲自去高台相助 赵公明自然会丧命 燃灯看了看左右问道 不知哪位道兄愿当此任 前去骑山扎营啊 还没等十二惊仙说话 江子牙站了出来 咱们这超级风神榜 可好几集没提到主角江子牙了 相信孩子们也猜得到 前者 江子牙先是被赵公明一边打了一半死 养伤养了许久 后来虽商欲回到炉棚之中 可在诸位神通广大的师兄面前 江子牙也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因此就少有提起啊 这会儿江子牙听说什么 要派一人去骑山扎营 每日三拜礼 拜购三七二十一日 要说起来这是个苦差事啊 江子牙行说 师父原始天尊 本是命我下山封神 福宝稀奇圣主 而如今诸位师兄都前来驻战 反倒是我空有一腔热血 却奈何道行太浅 帮不上什么忙 今日盯头七件书之事 我倒还力所能及啊 想到此处啊 江子牙抢步出列说道 各位师兄 子牙不才 愿当此任 路牙打量了打量江子牙 也不用旁人做介绍 路牙那是多深的道行 魏博尔先知 点了点头说道 江子牙 此事原要你去操办 就这样 江子牙先命南宫士和武吉 领兵三千钱去骑山扎营铸台 随后恭恭敬敬的带着钉头七件书 可就来到了骑山 扎好了草人 一切按照路牙所交代的安排停当之后 打从这一天起啊 江子牙是每天批发仗剑 登台礼拜 念动钉头七件书中记载的福音和咒语 书说简短 五六天的光景 赵公明这可就有反应了 咱们说前者落魂镇的姚天军运用阵法 居的是江子牙的三魂七魄 而这钉头七件书啊 可更厉害了 居的那是赵公明的元神 听过咱们超级西游记的孩子们 可能会想到 西游记里经常出现一个桥段 就是孙悟空的身体定在原地 元神出鞘 前去天宫搬请救兵等等 是不是啊 那就是元神 当然了 这钉头七件书不是说 一下子就把赵公明的元神全部拘走 也是要一点一点的拘 话说五六天之后啊 赵公明就觉得头疼欲裂是心烦意乱 什么事都没心思去想 更无心思去理会战场之事 文仲看在眼里 不知其中缘由 也是闷闷不乐 且说这十决镇 第七镇的镇主白天君 这位名叫白礼啊 他一看赵公明无心恋战 文太师也束手无策 便私自下了一封战书 让稀奇的众人前来破镇 燃灯带人来到镇前这么一瞧 还真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前面六镇咱们讲了 破每一镇之前都会有一个人先进镇试探 而试探之人 巨多命丧于镇中 当然这也是燃灯道人有一点话 让那些想成贤却先缘浅薄之人 在战场上立下功劳 通过封神榜来成贤 那这一次来破白天君的烈焰阵 事出突然 燃灯啊一时还真没想好让谁前去试探 正在他左右张望之时 鹿鸦道人晃晃荡荡走了过来 燃灯出于好意 在后头喊了一声 鹿鸦道兄 这阵中的玄机奥妙尚且不明 还请您不要贸然闯阵啊 鹿鸦呀头也没回 放声大笑道 啊 我看那镇前写着烈焰镇三个字 料也无妨 不必担忧 说着鹿鸦可就来到了白天君的面前 白天君一看是鹿鸦心说 这破老道我可惹不起啊 前者赵公明都败于他手 我还是先把他引入我的阵中再做打算 想到这儿白天君大喝一声 对 鹿鸦 有本事你就进我的烈焰阵中 咱们阵中再论输赢 鹿鸦又是一阵大笑 这位天君啊 你不必拿话来激我 我既然要来破此阵 必然要进阵一关 白天君一转身 回到烈焰镇中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鹿鸦呀还是一点不着急 就跟在大街上散步似的 晃悠着身子就进了烈焰镇 他刚一踏进烈焰镇 那边的白天君可就等不及了 就见他拿起一杆红色的番旗 这番名叫梨帆 有孩子会说了 白天君这杆帆挺好 还是个水果 那么既然有梨帆 有没有苹果帆 橘子帆呀 孩子们那个梨帆的梨字 可不是水果中大压梨那个梨 而是离开的梨 那是八卦之一 老说八卦八卦 到底哪八卦呢 其实就是 前砍更镇 迅离昆对 其中前为天 砍为水 更为山 镇为雷 迅为风 离为火 昆为地 是对为泽 离所对应的就是火 所以烈焰镇中的番旗叫做离番 此刻白天君把这离番一摇 顿时火焰翻腾着从地下生出 这叫做地火呀 孩子们 再看路鸭 跟个没事人似的 在地火之上行走 自如是毫发无损 白天君急了 连忙再一摇离番 但见半空之中又降下数百道火蛇 这叫做天火 路鸭呢 还是在镇中来回地散步 白天君可真急了 他第三次一摇 这离番又烧起了三昧真火 这可厉害啊 这烈焰镇中可太热闹了 上有天火 下有地火 中间是三昧真火 三重火焰 这么一烧 整个烈焰镇化成了一团火海 把个路鸭道人淹没其中 看不见了 孩子们 这白天君就这么连念咒带摇番呢 折腾了足有半个时辰之久 这才放下了离番 在他看来啊 这路鸭肯定早就烧成灰了 可等天火地火和三昧真火 依次散去之后 就听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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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了一阵打呼噜的声音 白天君揉入眼睛一看差点没气昏过去 感情路鸭道人在他阵中睡着了 哎 睡得这个香哎 白天君大喝一声 路鸭 你你你你你 你气人太深 路鸭好像被这一声给叫醒了 睁开双眼 站起身来 先舒展了舒展筋骨 然后说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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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天君 呃 你阵中的奥妙施展的怎么样了呢 若是你施展的差不多了 呃 呃 接下来可就轮到我老人家了啊 白天君也是自找倒霉 他不明白烈焰阵为何伤不了路鸭正在这蒙圈呢 一听路鸭的话他说了 哦 路鸭 那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呀 路鸭还是慢条思理的 从怀中把那个小葫芦掏了出来 拖在右手之中 向前一伸 这次孩子们 葫芦里没有窜出个银龙 而是只探出了一个龙脑袋 说来也怪 这龙脑袋比葫芦还大 跟个人脑袋也差不了多少 一对龙眼是紧紧盯着白天君呢 这把白天君盯得直起鸡皮疙瘩 也不知道路鸭下一步要干什么 正在他迟疑之际 路鸭说了一句话 请宝贝转身 这句话刚说完 再看那一对龙怒之中 就龙眼睛里 煞时放出两道白光 说啥 正好夹在白天君脖子两边 然后龙头微微向右这么一转 左边这道白光 从白天君的脖子上 一滑而过是干净利落 就像利刃一样 就把白天君脑袋给割下来了 白天君心说 哎呀 我脑袋哪儿去了 这脑袋一掉以后吃饭可就不香了 干脆死了算咯 就这样扑通一声是身体栽倒在地 魂归风神台 烈焰阵就此告破 这位白天君到死都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路鸭能在三种火之中睡大觉 孩子们 咱们可得说明白这事 路鸭那是火中之精灵 离中之祖先 三昧之中的源头 前文中有一种说法 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路鸭实际上是天上的太阳修炼成的仙 那太阳你们想本就是个巨大的火球 温度最高不过 拿火去烧太阳 那不是吃人说梦吗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而路鸭这小葫芦呢 是一件厉害的法宝 叫做斩仙飞刀 今天斩下白天君的手机 实际上是这件法宝的正常用法 孩子们 前者银龙飞出大战金胶剪的两条金龙 那是路鸭道人不得已而为之 轻易他不会那么使用这斩仙飞刀 就这小葫芦 那么这边白天君一死 可就惹恼了第八镇洛魂镇的镇主姚天君 本来白天君让稀奇众人来破镇 是跟谁也没商量 可是他的烈焰镇一连烧了路鸭半个时辰 早就有军兵报告给了文仲和其他几位天君 他们此时就在附近观看 姚天君冲着路鸭大喊一声 破唠道 你要是有本事就再来闯一闯我的洛魂镇 可路鸭呢 理都没理姚天君 一转身晃晃悠悠回去了 既然路鸭不去破洛魂镇 燃灯自然还得另派他人 这个人咱们也猜得到 正是前文已经两进洛魂镇的赤精子 到了下一集孩子们 赤精子才要三进洛魂镇 另一边 盯头七件书到底能否顺利奏效 是尽在下集揭晓超级风神榜 第110集 三闯落魂镇 二财神道书 现在开始 孩子们 书接前文 超级风神榜上一集 咱们正说到路鸭道人 用他那斩仙飞刀 就是那小葫芦 斩下了白天君的首级 大破十绝镇第七镇烈焰镇 这可就恼怒了一旁的姚天君 姚天君乃是第八镇 落魂镇的镇主 关于这落魂镇 前文已经发生了不少故事 像姚天君在镇中施法 要拘江子牙的三魂七破 多亏赤精子两次闯镇 又借来太上老君的开天至宝太极图 这才救下了江子牙 那么此时姚天君一叫阵 指名典性要路鸭前来破阵 可路鸭根本不理会 孩子们这就是路鸭道人聪明的地方 别看咱们一直讲路鸭如何高明 如何厉害 称得上是超级风神榜之中 道行仅次于红军老祖的人物 但神仙之间的斗法 和咱们人间打仗或者下棋还不同 由不得一丁点的疏忽 打个比方来说 两个下围棋的人 一个是职业棋手 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一个是业余棋手 刚学习下棋一年多点 把这俩人放一起对局 业余棋手再超长发挥 他也赢不了那职业棋手 这就是硬实力上的差距 神仙斗法孩子们就不一样了 前者那销生草宝 不过是武夷山的两个散人 可凭借他们的法宝特殊 加上赵公明不认得落宝金钱 他们就可以接连收服 赵公明的两件法宝 其中还有连燃灯道人 都畏惧三分的定海神珠 说路鸭道人比赵公明强 也就强在这个地方 路鸭有自知之明 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仗着自己是火中的精灵 离中的祖先 三妹之中的源头 所以他一看第七阵阵名 叫做烈燕阵 他自然敢闯 至于落魂阵 路鸭可不知道其中的玄机和奥妙 所以任凭姚天君如何叫喊 如何挑衅 路鸭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就叫做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仰仗自己本领高强 到处逞能 难免会有个失手的时候 也就没有今日的路鸭道人了嘛 既然路鸭回归本队 就还得由玉须门人前去破阵呢 此时赤金子上前两步 冲着燃灯打了个鸡手说道 贫道赤金子不猜 愿去破阵 前者我两次进阵 阵中奥妙已尽在我心中 量他不过如此 燃灯点了点头 知己知彼 此认可破译 刀游莫要掉以轻心几口 是 赤金子又失了个礼 转身是直奔落魂阵 镇主姚天君一看 赤金子来了 只恨得是牙根痒痒 叫道 赤金子 若不是你前者两次闯我落魂阵 刀走江子牙的魂魄 我早就把江子牙给除了 姚天君再以躲闪 两个人插招换室可就打在一起 刚刚逗了也就七八个回合吧 姚天君就已经支撑不住了 只把他累得鼻洼病脚热汗直流 盗袍都湿了一大片 主意他可不是尿酷的尿式的 而是汗水给浸食的 有孩子会问了 怎么才七八个回合就出这么多汗呢 倒不是说姚天君的体能不行 而是赤金子的招数太过惊奇 给姚天君带来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 你们想人的精神一紧张就容易出汗 姚天君心说 我可不能再打下去了 只要再打上个七八个回合 根本不用进我那落魂阵 在阵门外我就得把命给丢了 姚天君有心退回到阵中 可仅凭武艺的招式 他还真有点难以脱身 于是他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 施展了一招绝技 就见他打着打着 把双肩这么一扔 自己哐躺往地上一躺 吃金子没明白怎么回事 刚一愣神的功夫 躺在地上的姚天君又有了新动作 他双腿上提护住丹田 双手抱住脑袋 两个大臂紧贴住肋骨 小臂向中间靠护住自己的前胸 整个身子团成了一个球形 然后也不知哪来一股子力气 冲着身后的落魂阵就滚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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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外人看来姚天君好像挺狼狈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功夫 孩子们就叫做就地十八滚 别看是打滚啊 那没个两三年的功夫还真不行 孩子们你们可以回忆回忆 刚才他那姿势 上护齐头 下护齐身 滚出去几十米远 愣是豪发无损 咱没练过这种功夫 闲来无事 可千万别模仿 那准得磕出一脑袋包来 话说这姚天军一回到镇中 他可心里有底了 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对着赤精子喊道 赤精子 你可敢三闯我的落魂镇吗 赤精子冷笑一声 姚天军再一再二 可没有再三再四 你若执迷不悟 休怪平道要开杀戒了 赤精子丝毫没有迟疑 大踏步可就闯进了落魂镇 前文中咱们说了 落魂镇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姚天军所炼制的黑纱 粘在人身上就能致命 此时姚天军见赤精子进阵了 他捧起一把黑纱 回头刚要洒向赤精子 没成想赤精子早把自己的法报 给掏出来等着他了 赤精子这件法宝 咱们书中代言叫阴阳镜 外形怎么说呢 有点像现在这乒乓球的球拍 下面是一个长柄 上面是正反两个面 只不过阴阳镜的两面不是胶皮 那就真成乒乓球拍了 它是两面镜子 一红一白 红面为阳 白面为阴 话说这阳面照人可令人重唤新生 阴面照人可让人断送性命 赤精子早就料到姚天军要回头撒黑纱 便提前取出了法宝阴阳镜 用阴面对着姚天军 姚天军这一回头啊 被照了个正着 仗着他有多年的道行 没直接丧命 可依旧觉得眼前一发黑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赤精子毫不留情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姚天军的近前 一见 就接过了他的性命 又在镇中的桌案之上 取回了之前掉落的太极图 这才心满意足离开了洛魂镇 就这样 石绝镇第八镇洛魂镇就此告破 那之后赤精子如何带着太极图 物归原主 还给玄都洞的太上老君 咱不必多说 转回头咱说文仲啊 他一看好家伙 稀奇众人又破了两座大阵 赶紧下令收兵啊 回营之后一去探望赵公明 发现赵公明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依然是茶饭不思 心烦意乱 文仲不由得长须短叹 连声自责 认为是自己拖累了众位道友 又过了数日 文仲再看赵公明 已然是卧床沉睡 不省人事了 文仲手下的一个门人 吉庆 此时给文仲出了个主意 这吉庆就说 老大师 您头顶天眼 能查世间万物 何不开天眼 为赵公明大仙 诊着诊着 看看这问题到底出在何处啊 诶 这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文仲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他赶紧来到赵公明的床前 张开自己的天眼 就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 放出神光这么一瞧啊 发现赵公明的三魂七魄 安然无恙 可再一看赵公明的原神文中 是大惊失色 只见赵公明的原神微弱 几乎都快看不见了 书中代言孩子们 骑山之上的江子牙 此时已经用钉头七件书 做了整整二十天的法 他每天三次 想写有赵公明名字的 那个草人拜礼 然后读一遍 钉头七件书上的 福音和口诀 这就能射走赵公明 一部分的原神 二十一天 便可完全把赵公明的原神 吸附在这草人之上 今天已经到了第二十天了 那边赵公明自然是原神微弱 文中啊 虽然不知道内情 但通过天眼这么一看 他也明白 如果再不有所行动的话 赵公明恐怕命不久矣啊 于是文中一边推丧赵公明的肩膀 一边趴在他的耳边连声呼唤 道兄醒来 道兄醒来啊 一连喊了好几十声 赵公明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说话有气无力 文中要趴在他的嘴边 才能勉强听清楚 就听赵公明说啊 文太师 我这是怎么了 啊 道兄 你本是仙体 不该如此病态 想来如今是有人暗中施展咒术 已将你的原神射去十之八九 故而你才由此境遇 只是不知这咒术到底如何施展 在何处搭台 啊 太师 你可拜香岸一座 再取来一挂铜钱 让我补一挂便可知晓 文中立刻传令操办 不一会儿香岸摆下 赵公明也是真够厉害的孩子们 都这样了 他还能强大精神做起来 拿铜钱一摆 可就算出来了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太师 原来是那个鹿鸦道人 在骑山之上筑起高台一族 让江子牙 用那钉头七件书上所记载的口诀暗算频道 要射走我的原神啊 文中听了盲说 道兄 既然知道了原因 我即刻动身连去拆了他的高台 杀了那江子牙 必要救下道兄的性命 赵公明微微摇头 不可 他事 要破那钉头七件书 关键不在拆台杀人 而在于夺书 你强行夺书势必遭到阻碍 你可派我那两个徒弟 今夜晚间前去偷书 若能偷回盯头七件书 或许我还有一线生计啊 赵公明说完这番话可就又昏了过去 文中呢不敢怠慢 急忙传来赵公明的两个徒弟就是陈九公和姚绍思把事情一说 两个徒弟比文中还着急啊 他们败在赵公明门下多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那感情深厚极了 恨不得立刻就去投书 但是师父交代要趁夜色再去 俩人也只好耐着性子等着 这滋味可不好受啊 哥俩是度秒如年 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来 这才是土顿之法来到奇山之上 在江子牙所处的高台附近观察了许久 正好赶上江子牙要进行今天的第三次祭拜 就在江子牙把这钉头七剑书放在桌案上 躬身行礼祭拜之时啊 这姚绍思仗着身法七块 趁着夜色三窜两跳可就来到桌案的侧面 一伸手抓起钉头七剑书 再是土顿 便逃之遥遥 江子牙隐隐感觉一阵风声 赶紧一抬头 桌案上的钉头七剑书已然是踪迹不见 正在他手足无措置时 空中有烽火之声响动 原来是小哪吒来啊 哪吒也是个急性子 在半空就喊上了 子牙是说路牙道人说今夜可能有人前来道书 特命我和杨姐师兄前来相助 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江子牙把双手一摊 哎呀 贤侄就在片刻之前 钉头七剑书已被人道去了 想那道书之人尚未跑远 你速速踩风火轮追赶 定要把钉头七剑书追回来方可 哪吒得令都没来得及落地 一转两大轮子的方向 又奔着文重大营的方向追了下去 孩子们 预知这一次哪吒杨姐 能否及时夺回叮头七剑书 咱们是下集再接着讲